5号 王炳中等四位新党人士住所 被台湾警调部门搜查 人被带走一事 国台办有何评论 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应讯表示 我们高度关注此事 众所周知 新党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台独 主张两岸和平统一 积极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我们高度赞赏 一段时间以来 台湾当局对台独分立分子袒护和纵容 并采取各种手段 对主张两岸和平统一的力量和人事 肆意打压和迫害 我们对此予以严正谴责 并密切关注有关事态发展 下面进入夜线